年节将近在淡水区市民联合服务中心 区公所是邀请到了知名书法老师 举办现场辉豪送春联的活动 一大早在区公所的一楼就挤满了民众 让整个区公所是提前感受到过年起本 农历春节将近今天上午 在淡水区市民联合服务中心一楼大楼 由区公所举办了一场由知名书法老师谢瑞皇 带领着许多的书法老师 一同为淡水区的民众写出一幅一幅精美的春联 让民众免费索取春联 而在书法大师的加持之下 让整个区公所一楼大厅都挤满了民众 充满了年节气氛 泡足一身除旧税 只把心桃换旧符 我们淡水区公所举办新春辉豪 我们是以今年的主题 租为主题 所以我们开笔的时候 我们特别也一次金租满符贺心税 就主题来做开笔 那我看现场非常多的民众来踊跃的索取 那这个文字的内容 我们甚至都客制化 就是说民众认为有什么吉祥的秩序 我们老师都可以帮大家写 所以希望大家拿到满意的春联 贴在家里能够平安一整年 在这里淡水区公所也来祝大家新年快乐 许多来到淡水区市民联合服务中心的恰功民众 都趁着路过大厅时赶紧来排队领取书法大师刚写好的春联 而为家里的农历新年装饰增添不少喜气 而书法老师谢雷煌说 今年将迈入了猪年更用组合文字写出吉祥如意 还有用猪的图案与文字的结合 写出猪年的主题春联相当特别 我在无意中研发组合文字 把吉祥如意平安富贵 把它写在一起四个字把它组合 那个猪也是我自己研究把它写出来的 用那个形状跟文字图画把它写出来的 其实我们这公所都在每年过年的时候会发这个春联 其实农历过年真的是最有年味的时候 所以也因此呢我们大家不分男女老少 大家都共同来到淡水区公所这边来领取这样的一个春联 尤其看到我们每一位老师都是聚精会神 在做一个书法的撰写 其实感到非常的用心 也祝福大家在新的一年猪年行大运 都可以诸事大吉大家满满的福气 在区长以及书法老师 还有护正事务所主任区公所主管 一起写下金猪满福贺心碎七个大字 为活动开笔 而区长更表示 虽然每年市政府都有春联 但是针对每一位居民不同的需求 更请到了五位书法大师 来为大家客制化春联 不仅是让在地居民有春联可以拿 更是让区公所提前感受过年气氛 记者许多安一 在学生的小伙伴们发到